寫小說寫上腦 狂刃傷人殺狗 原本是英國電訊公司工程師的她 失業之後投資太陽臨板生意失敗 就開始躲在家的帳篷裏寄成寫小說 幻想自己是連環綁匪 一零年還鎖定一對住在寧靜郊區的律師老夫妻 實現她的變態情節 她戴上頭套手套 先向老太太下手擊跌她 七個月之後繼續誤放過她們 殺死她們隻五歲大的金毛層匯犬 之後又用十八吋長的鐵湯 打傷六十一歲的弗朗西斯 傷口心得見骨,連聽力都受到影響 她不只騷擾了她們十六個月 份人還恩將仇報 竟然用鎚仔襲擊一個 請她搭順風車的七十四歲伯伯 和一個二十二歲做快餐車的男生 直到去年三月她才浪漫 察人在她帳篷裏面找到小說手稿 發現她除了因為貪犯朗西斯夫婦住得偏遠 覺得容易落手之外 其他時間都是隨機選擇襲擊對象 她承認七項騷擾和傷人罪 被判終身監禁 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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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